战国时代 王将的鼎力相助 白启就是其中之一 在启、楚、燕、赵、魏、韩后人的眼中 他是屠杀百万人的恶魔 但在秦国 他却被平民百姓奉为英雄 其功名甚至可以威慑异国之君 以至于被皇帝忌惮而赐死 最终心灰意冷自尽而亡 秦国人为了纪念他为其修建祠堂 他国人痛恨他 以其名为菜 祖祖辈辈 生诞时之 历史上的白启 究竟是什么样的 白启 秦国白氏 明启 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 兵家的代表人物 熟知兵法 善于用兵 传言白启乃皇帝后裔 据白居义的 太原白氏家壮 二道可以考究 白氏米姓 楚公祖也 一孙日启 有大功于秦 封武安君 这里的武安君 指的就是白启的封号 故可以推断 白启本为米姓 为楚公族人 而在史记中 对其青年时期的描述 并无记载 只记载 其从军第二年 就已经达到轻位 俨然将白启描述成了 一个军事天才 然而就算白启 是天生将才 没有遇到伯乐 也只能自叹怀才伯玉 闷闷终生而已 据史书记载 白启与魏冉关系 一向交好 正是魏冉的提拔 才使得白启得以被重用 彼时 魏冉与秦昭湘王的 母亲宣太后 米八子 共同执掌 秦国军政大权 虽然秦国 在二人的领导下 发展迅速 但魏冉 毕竟本不是秦国人 故仍对秦国大臣 有所忌惮 遂注意培养起了 自己的势力 而白启 正是他看重的军事人才 最将其视作心腹对待 昭湘王十三年 推行胡扶骑射的 赵武陵王死于内乱 各个国家蠢蠢欲动 欲挑起新一轮的战争 而秦国的将相之间 也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即将为乱世掀起新的风暴 同年 秦国以相授为将 出兵韩国新城 魏冉让白启作为相授的副将 一同出征 为攻打一阙 做准备 新城一役 相授与白启速战而胜之 回国后 宣太后与魏冉给他连升两级 封为左庚 和当时秦国第一名将 司马错同级 次年 秦国再次发兵 攻打一阙 相授再次带着十万秦兵 浩浩荡荡 从韩谷关奔向了一阙 韩魏两国得知消息 魏求自保 组合了二十万余联军 于一阙阵前把守 同时魏国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还增派了名将公孙席指挥 只不过天下战士 从来没有什么万无一失 以少胜多的例子 古今中外 数不胜数 彼时 秦军正于朝堂之上 商议如何破阵 魏冉突然向秦昭相王请示 要用白启替换相授出战 他认为相授成名已久 六国皆闻其名 赎起他的兵法 面对相授 对方必定会采用克制的战法 而启用名不见经传的白启却可以打个出其不意 秦昭相王起初并不同意 但在魏冉的一再坚持下 最终还是应允了白启换帅 孙子兵法中 将临阵换帅一计 列为下下策 还是其为兵家大计 可见秦国这部实为险棘 而此时 昭相王需要的正式险棘 长久以来 昭相王一直处在魏冉的控制之下 早已有所不满 如果白启胜了 秦国可获一员大将 如果白启败了 则可以归过于魏冉 一举两得 而对于白启和魏冉而言 此战只能胜也必胜 秦引兵十万 正面攻击 联军二十万余 必不能胜 遂只能出其之胜 白启带领军队在阵前驻扎 自己趁休息的时候 四处观察地势 寻找对策 远远望见 韩卫两军分营驻扎 为何于一处 便新生计谋 欲将其各个击破 同时 韩卫联军见秦国主帅 博士相授 便不愿合力抗敌 都想各自保存实力 在阵前推诿 为失败埋下了伏笔 次日 秦军派小古人到韩军阵前叫嚣 韩军不愿出阵 便一直留在营里 另一边的魏军 见秦军攻打韩军 便放松了警惕 准备两军打到一半 自己再去捡便宜 然而此时 白启以京帅主力 来了魏军阵前 在夜幕的掩护下 秦军对魏军发起了突袭 还没等卫兵拿起武器 就被潮水般的秦军冲散 尽管公孙喜组织起士兵反击 但一切仍旧为时已晚 白启亲自雷鼓驻微 秦军士气大增 一股气冲向魏军 公孙喜率魏军拼此抵抗 但无奈还是贝秦 而剩下的魏军 见主帅贝秦不敢再战 便向韩军方向逃跑 白启下令 乘胜追击跟在魏军身后追赶 韩军见魏军溃逃不战自溃 加入了逃跑的行列 结果二十万余大军 便被白启轻易地击破 无一人生还 经此一役 白启的大名在七国间流传开来 其也因此晋升国位 逐渐成为了秦国崛起路上的 止路明星 而秦国的崛起 除了白启在战场方面 单方面压制 背后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他就是商鞅 商鞅本为畸性 公孙是废国人 其和崇尚兵家的白启 相反是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 秦孝公继位后 便发布了求贤令 在国内大寻强兵赴国之策 此时魏鞅在魏国怀财不遇 被魏王下了逐克令 于是便来到秦国三次游说秦孝公 终于讨得秦孝公任用 随后其在国内大改法度被孝公封制于商 号约商军 故才有了大家熟悉的商鞅一称 而在此之前 其一直被世人以魏鞅称呼 在秦国 其废除了世青世禄制 使出身变得不再重要 同时商鞅还明令军阀奖励军功 给了普通人为官的机会 而真正推动秦国强兵的 当属其设立的20等爵位制 据史书记载 20个爵位每一级都对应着不同的 待遇和社会地位 其中最低一级为公事 最高一级为撤侯 而只要士兵斩获一个敌人的首级 就可以获封公事 自田一寝 宅一处和仆人一个 而只要士兵斩获的首级越多 就可以获封更高的爵位 其待遇与社会地位也会随之而提高 这一体制最大程度上的调动了秦兵的积极性 也正是因此秦国成为了战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国家 而白起也正是在这种制度下才诞生了出来 毫不夸张地说 白起的爵位就是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 他在从军第二年就已经拿到了最低的亲位左树长 兵家和法家的互补使秦国变得空前强大 按道理来讲秦国得商鞅 白起二才应该很快就能平定天下 只不过商鞅得罪了太多人 还没等白起走上历史舞台 他就因为被人诬陷而兵败身亡 而白起也没能看到秦国一统天下的那一天 只留下后世将士背负着他的二十等爵位置 在战争的路上越走越远 秦昭湘王十五年 白起升任大粮造 发兵功被一举攻下了魏国城池大小六十座 次年白起又与克卿司马座联合攻下 原成使秦国势力大增 次年又攻下赵国的光郎城 至此战国其他六国都被秦国揍了个遍 五年后 楚国出现一位善用若公设宴的人 楚请湘王听说后觉得稀奇 便招来询问不曾想此人是以为主张合纵的纵横家 他用楚国过去的光荣历史和如今的耻辱来激励楚王 此前楚王就一直有向秦报仇之志 此般便着了纵横家的道 遂派使臣去各国进行合纵罚秦的活动 不料被秦国知晓遂派军攻打楚国 以给其更大的打击 秦昭湘王二十七年白起发楚 楚军拜歌上庸汉水以北土地给秦讲和 秦昭湘王二十八年 白起再次发楚 先以汉北上庸之军夺取燕邓等五座城池 而后秦军越过秦楚边境山区 自断后援分三路快速突进楚境 直逼进楚国都城 请湘王惊恐万分 调众军把守燕城 以为守住燕城 时日已多 白起孤军没有支援自然会退兵 于是便仗着城池死守不出 白起率领秦军临攻多日未能攻破 反而损失惨重 一日楚中暴雨 白起新生遗迹 遂命人修筑河堤拦住移水 然后又修一条水渠 直通燕城 引发了洪水冲破了燕城城墙 十万多兵民因大水死在城中 燕城就这样变成了死城 次年白起又率兵法楚 建制楚国都城 绕过楚军视线 从影城背后穿插 大破楚军 焚烧了楚国王室的坟墓夷林 请湘王一路跑到陈才罢兵回国 因为这次战役 白起被秦昭湘王封为了武安军 而据《史记正义》记载 张首杰认为武安军得名由来是 严能抚养军士 战必克 得百姓安吉 故号武安 由此可见 白起虽为一介武夫 但还是十分受秦国百姓欢迎的 自此 白起的威名雄镇六国 称为战国武安之首 秦昭湘王三十四年 白起率军攻打韩国 与华阳 大破 赵 魏涵 三国联军 不少将士听闻白起的名号 不战自愧 一意下来 秦军累计斩首十三万 之后的几年 白起又多次率军攻韩 连战连胜 先下武成 后又断绝太行道 一路将战火燃烧到韩国野王 至此 韩国的上党 变成了秦国的嘴边儿 孤立无援 韩国上党 郡守封廷 不满韩桓惠王将上党献给秦国 以求西兵的想法 转身将上党献给了赵国 秦国眼见到嘴的土地 被赵国吞并 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而赵国也知道 两国之间的决战即将到来 秦昭湘王47年 秦国再次攻韩 意图夺取上党 然后凭借地势优势 居高临下 对赵国发起攻势 据春秋后语记载 赵孝成王和平原军 在战前曾对秦国商讨过对策 平原军认为 白起是一名猛将 与其正面交锋 必不得胜 而如果和其打持久战 虽然很难占到优势 但只要以连坡为将 还是能够做到战事中 不落下风 孝成王听后 接受了平原军的计策 遂命连坡把守长平 连坡深知赵军实力 颓弱不及新军 便修筑了三道防线 兴罗旗部 东西延绵数十里 以防待攻 起初赵军 驻磊碧尔首支的计策并未成功 史书描述 秦又攻其磊 夺西磊碧 秦军攻势 瑞不可挡 赵军连战失力 损失重大 赵将连坡见状 直接放弃了 不易守的丹河西岸 转而重点把守 丹河以东的第二道防线 以拉长秦军补给线 错动秦军锐气 从坚守的目的上来看 连坡是成功的 秦军怎么攻打 都突破不了丹河东岸防线 形成了两军 在战场相忘的局面 战争持续三年 秦国大受损失 然而战争带来的消耗 秦国负担得起 赵国却负担不起 据战国册齐册二记载 秦公赵长平 赵无以时 请诉于齐 而齐不听 可见连年的战争 已经让赵国的经济弱点 暴露无遗 而秦国变法的优势 也随之体现了出来 此时 赵国基于决战 认为连坡胆怯 不敢战 遂意图把连坡换下来 加上御语之战 赵军大败秦军 赵国心存侥幸 遂用赵阔替换了连坡 此时 秦国任用的是王和 还并不是白起 当赵国在更换主将抗秦的同时 秦国才悄悄地派遣了白起 上前线领军 两国交战 最害怕的就是信息差过大 赵阔以为 自己与白起不分高下 王和无足为惧 便叫人 拆除了连坡修筑的堡垒 将大军合遇一处 并按照兵书下令全军 秦兵若来 要奋勇当先 蒙打紧追 不胜不回 回者斩 白起知道 赵国如今急于求胜 且赵方将领 年轻气正 高傲自持 遂决定后退右敌 将赵军分割为奸 秦军数次派人叫阵 皆溃败而归 赵军派人叫阵 结果秦军不战自退 十余礼 赵阔以为 王和被打怕了 于是便拔寨而追 一直追到 秦军营仗前 对着秦军的营地 连攻数日 而此时 白起却已经率兵 来到了赵军的身后 当赵阔想要从后方 调兵时才发现 自己已经被秦军包围 而赵阔也发现 自己的对手 不是王和 而是白起 白起率兵 将赵军结为三段 使赵军首尾分离 两道被断 被蒙在鼓里的赵军 只得原地铸雷 等待救兵 秦昭湘王 听闻赵军被围 又下令动员全国 征调和内郡 十五岁以上男子 全力与赵作战 结果赵军断粮四十六天 因饥饿不堪 军心动摇 甚至出现了蚕食死人的现象 赵阔帅精兵突袭 被秦军射杀 赵军这才投降秦军 而后发生的 便是白起坑杀 四十万降族一事 他用哄骗的手段 让赵军相信 自己带他们去的地方 有的是食物 等赵军士兵到了 才发现 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这件事情 使白起在人们的心中 彻底树立下了屠夫的形象 就连昭襄王也为之震惊 然而白起怎么也没想到 这场战役将成为自己的最后一次大战 长平之战后 白起拟成胜灭赵 将军队分为三路 一路由王河带领进攻疲劳 一路由司马耿带领攻占太原 而自己则率兵围攻赵都邯郸 赵寒两国听闻后十分惧怕 于是变前武安军苏秦 用重金贿赂秦 湘印侯范居 阻止了白起出兵 值得一提的是 在战国总共有四人 得到了武安军的封号 苏秦虽然也是武安军封号 但他却与白起有着本质的区别 白起为武将 靠的是带兵打仗 才拿下这个称号 而苏秦却是纵横家 靠的是花言巧语 范居也是纵横家 当他听苏秦说 白起如果攻打下赵国 自己的地位将在白起之下时 便心生忌妒 答应了苏秦的要求 对秦昭襄王上言 秦军疲惫 期待休养 请允许赵国割地求和 而此时 秦军确实也刚刚经历古战 于是就同意了范居的请求 而白起知道是纵横家作祟后 也自此与范居结下了仇恨 秦昭襄王 四十九年九月 秦又发兵攻函 白起因病推辞 结果连战不利 损失四万余人 后来白起并遇 昭襄王又遇以白起为将攻函 白起以邯丹时不以攻 诸侯怨秦已久 若诸侯救援 赵国从内迎战 诸侯在外侧应 秦军必败 唯有推辞 后来王和又接替 攻打邯郸 连攻两月 仍旧九攻不下 前线拜训平传 昭襄王因此迁怒白起 命他带病上路 白起行至半路 昭襄王与范居商议 以为白起迟迟不肯奉命 其意泱泱不服 有余言 遂派使者赐剑而命其自吻 白起知道后 心灰意冷 仰天长叹后 起见自吻 一代战神 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的手上 白起死后 秦国人认为 起死非其罪 便为他设立了许多祠堂 来纪念他 有人说 白起之所以抗命 是因为他知道 已经错过了 攻打赵国的最佳时机 且赵国因为长平一战 对自己积怨已久 如果自己出战 必败 所以才没有出战 留下了五百之名 而其一生 虽然为秦国立功无数 但这功名也充满了血腥 古人一直相信 杀人会积攒怨气 以至于古代的刽子手中 流传着杀人不过百的说法 何况白起呢 只是不知是 秦国的风气造就了白起 还是白起的行为 带动了秦国的风气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